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看看你们补助高雄的经费 从2010年到2015年 你们负成长55.8 补助台南的经费 2010年到2015年 负成长57.6% 剩下一半 这五年来补助这两个县市的经费 剩下一半 非常非常离奇的是什么 2014年高雄市疫情爆发 结果你2015年给高雄市的补助 还负成长6.8% 台南今年疫情大爆发 台南今年你们负成长7% 离奇的是今年台南疫情大爆发 你们明年预算边境来 还负成长1.3% 有没有政策 有没有政策 就是登革热 从过去早期基本上都是境外移入 那这两年开始本土化 所以对本土化这一块 我觉得说我们应该有更制度性的做法 本土化15年了 你知不知道高雄市自己要筹多少钱 高雄市一个市 他所筹 所筹登革热房制的经费 比你们一年全国的经费还要多 50%啦 他必须筹6569万啦 你只补助台南市600万 台南市哪来的钱 哪来的5000万 哪来的6000万 先补助他4200万了 那是最近用你的第二预备金 火烧屁股了 你们执政这几年来 你们的政策 晃腔走板 没有逻辑 完全逆势而行 完全让登革热延烧 你知不知道2006年的指挥中心 中央的指挥中心 那一年只有300例 而2010年那一年全国只有658例 都可以设指挥中心 都可以设指挥中心 为什么 因为2010年就是看到临近国家暴增 2006年是因为2004年我们设置了法规命令 为什么这一次不设 你看看这个图表 这是2010年的时候 你们成立指挥中心 是在第41周的时候 那时候全国的病例 只不过才700例而已 你们就设了 现在跟我们讲说 要一万例以上才设 要多少县市才设 从来没有这种标准 今年突然跑出来的标准 就是你们推卸责任的时候 就给一个莫名其妙的标准 这个疾管署 他们有他们的判断 然后台南市政务 也有他们的这个建议 所以呢 就是说开始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自己来做 他们当时有这个反应 因为这是第二类 这是第二类的疫情 第二类疫情主要 基本上是地方来执行 台湾历年来 我们是蚊子的故乡 全世界热带医学的起源 就是在高雄 热带医学之父 就是因为到高雄行医的时候 发现蚊子会传染疾病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 发现蚊子会传染疾病的人 原因就是因为 他来我们迄今行医 所以我们过去非常有效的 长年以来非常有效的 把登革任局限在 顶多顶多两千例一千例 史上只有一次大爆发五千多例 可是这两年却让他变成 一万五千一万三千 这样子在飙高 这是关键啊 历史关键时期啊 我们已经过了历史关键时期 你们还懵懵懂懂在睡觉 政策全面要改啦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